孟美琪、吴轩宜、成晓三个人不远万里 远赴韩国当练习生,受尽各种磨难 终于成为宇宙少女的一员,前途无量 2018年年初,成晓成为偶像练习生的导师 2018年3月,吴轩宜和孟美琪成为创造101的学员 从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巨大的转变 贵为导师的承销,人气反而不如屈居学员的吴轩宜和孟美琪 原本关系比较亲密的吴轩宜和孟美琪 因为存在竞争,关系变得很微妙 孟美琪通过创造101成为冠军 是火箭少女101的C位 而吴轩宜只是亚军而已 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缘好 闺蜜多,成晓成了孟美琪和吴轩宜 极力拉拢的对象 最近成晓和吴轩宜走得很近 于是孟美琪的粉丝决定帮孟美琪 两周前孟美琪的一个大粉丝后 麻衣,恶意诽谤吴轩宜年龄造假 被乐华公司要求道歉 这个粉丝最终道歉了 没想到这几天又出事了 她的微博已经成了吴轩宜黑粉的聚集地 吴轩宜前几天空降粉丝群 引用已经去世的奶奶 曾经交给她的一句话 来鼓励粉丝宣扬正能量 孟美琪的很多粉丝内涵 吴轩宜已经去世的奶奶 引起吴轩宜粉丝的不满 从这些微博账号的名称来看 有好多是水军 这就说明这不是一次有组织 有规模 有目的的内涵 很奇怪的是 孟美琪和吴轩宜的粉丝每次骂站 两位主子都不站出来回应 非著名于平仁吴轻宫指出 孟美琪粉丝在之门闹下去 下一个张韶涵和范美琪就要诞生了 众所周知 张韶涵和范美琪曾经是一个公司的闺蜜 关系好的不能再好了 后来因为利益 承诺敌人